立法院昨天是审查了 关于莱猪进口农委会的 其中一项行政命令 而民进党是以人数的优势 表决通过把这项行政命令 送出了委员会 而今天在立法院 也召开了朝野协商 而国民党的部分 其实有党团林维秋 他是率领了全体的国民党立委 一起参加这个协商 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原本都是好好的 大家是理性的在谈话 但是国民党立委郑立文 他却突然暴怒 他是直接朝着民进党立委 丢咖啡杯 而林维秋呢 他还直接拿着麦克风 往民进党立委砸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请大家理性不要激动 休息十分钟 大家休息 休息十分钟 大家可以查看 休息一下 好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郑立文还有林维中 他们是站起来 不断对着民进党立委 破口大骂 还不断高喊 要民进党立委道歉 而这个城的场面 是一度火爆 还差点无法控制 所以立法院长游锡坤 他是赶紧的呼吁大家 一定要保持理性 也紧急的宣布散会 所以今天上午呢 这个协商是没有结论的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好 好